我的瀏海 兔子很快 筆切的瀏海 瀏海一筆切就覺得 你跑過去就已經筆切了 瀏海有 瀏海一筆切你就會覺得她頭快凸了 對 奇怪 因為我很害怕頭髮 就是因為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我後來想到一個小朋友 我就拿那個美粉有沒有 美粉 然後我就這樣塗 塗 塗 然後塗到這邊來 然後等於說我筆切的時候這邊 還是會有點灰黑一點 可是那樣流汗更乾淨 對啊 它是黑的 會流黑汗耶 我覺得奇異筆比較一來 而且不是白板筆喔 不是白板筆喔 我在永兔身上 我會用一個就是水溶性的 那它可以反覆操作 即使它操作的話 它的頭髮就會留在那個位置上面 那像我自己的話 我是用這個在用的 像我的頭髮呢 因為我有試過就是梳完之後 它的頭髮的位置就在這裡了 而且它不會有屑屑 對 不會有屑屑 它完全不會有屑屑 它就是會留在這個位置上面 那它其實在使用的時候 它是非常黏的 非常黏的 它梳開就 它梳開就是軟的了 美金美當耶 在完全屑屑的耶 真的耶 就是會留在原地耶 對啊 它剛剛如果沒有撥開的話 它是硬的 可是它撥開的時候 它是軟的 它是水溶性的 那它只要碰到水 它可以反覆的再使用 好的 那我建議你只要使用一次 就是在操作的時候 你用乾頭髮的情況之下去操作 那在過程中呢 因為它是很黏的 它揮發性很快 當你抹上去的時候 它會黏在手上 會沒辦法 所以你可以加水 像三秒鐘這樣 對 它會很黏 你再加水再抹 加水再抹 加水再抹 那不是很臭怪 要馬上嗎 對 那我們頭髮濕濕的時候 趕快流汗的時候 沒有啦 像我梳這種頭髮也可以用嗎 可以 可是它會非常黏 你看它現在已經很黏了 真的 我看到開心了 它接觸到空氣的時候 就已經很黏了 可是它很怪的是 它乾掉之後是昏昏 對 滑滑的 所以它撥開完之後 它其實不會有屑屑的 這是第一個 再來一個就是你超多觀眾 你擔心它黏大部分 大家就會去洗手或擦手 你可以再用水 所以 再去反覆 它再抹在頭髮上面 它又負責在頭髮上面 我喜歡這種水溶性的 這樣水溶性其實它很輕 那固定的能力又強 洗頭髮比較好 那你下雨怎麼辦 因為我有噴那個定型液 我有噴定型液 所以我不怕 我不怕下雨 是嗎 我們試試看好了 不是 你的意思是說你下雨 它還是這樣嗎 只要不要是真的請盆大雨 喔 一點點雨喔 毛毛雨 但是洗頭又很好洗 因為我用的是水溶性 喔 因為我 妳摸摸看我多硬 這硬 這我要摸嗎 這要看到喔 這要看到 這要很硬啊 這要很硬 你那個 背面那個高鐵來 都不會吹起來 真的 而且我去 火箭前面都沒關係 就是工作完之後 我只要卸完妝 就可以直接去跑步 跑完之後 軟掉了 還是一樣 好酷耶 那我把它分成兩層好了 第一層呢 我們用固定 用夾子把它固定 第一層呢 我先來固定它的中段跟尾段 的頭髮就好了 一樣噴在手上 都不用先吹 不用 我們只要乾的頭髮去 條件去塗抹它就好了 你要先設定好 你自己要的位置在哪裡 好 找出你要的位置之後 把它擺在你要的地方 停在這裡 好了 這麼快 這麼快就定型了 好誇張喔 因為很多國家的水中芭蕾舞 所以都是用他們家的彩妝 你看喔 放進去 腳 完全不會有東西跑出來 好 一樣噴在手上 都不用邊吹 不用我們只要乾的 乾的頭髮去條件去塗抹它就好了 你要先設定好你自己要的位置在哪裡 找出你要的位置之後 把它擺在你要的地方 停在這裡 好了 這麼快 這麼快就定型了 好誇張喔 那現在我第二次 我就用我剩下剩餘的加水 加點水 對 加水之後把它跟第一層的 黏在一起 最外面的那一層 那一層再蓋在一起 再固定 再固定 然後放在這裡 用手稍微順過去以後 這樣就定出了 那我需不需要用紅皂烘一下 不用 因為太乾了 這好奇妙喔 好奇妙喔 你其實會很動耶 完全不會動耶 對啊 這好酷喔 這好酷喔 這樣好妙喔 哇賽 這瀏海時代太強大了 怎麼吹都不亂動 有尷尬血瀏海的女孩們 以後都不用擔心瀏海分岔囉